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国旗国旗真美丽 金星金星照大地 相信大家昨天晚上 看了成都大运会的开幕式 都对这首歌印象深刻 合唱的孩子当中 有一个名叫 极好有果的遗祖姑娘 她来自四川省梁山 遗祖自治州昭爵县三河村 五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 到四川昭爵考察的时候 曾经到过她家 当时极好有果 为总书记唱了这首 国旗国旗真美丽 唱完总书记鼓掌 夸她唱得好 极好有果说 她一直希望能够在习业业面前 再唱一次国旗国旗真美丽 用歌声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感恩 如今极好有果梦想成真 在三河村 在昭爵县 在梁山州 还有很多精彩的圆梦故事 三河村地处深山 曾经是典型的遗祖聚居贫困村 到这里有走不进的路 和翻不进的山 如今村民告别了土皮房 搬进小楼房 喝上放心水 用上互联网 实现了安居乐业 成就梦想 这是昨天晚上开幕式的主题 有一个细节 运动员是沿着赎锦图案铺就的 锦绣之路相接入场的 脚踏锦绣之路 成就青春梦想 在7月28号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一名运动员动情地说 在这点土地上 青春终将绽放 梦想终将实现 是的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就像开幕式官方主题曲 《成就梦想》所唱的那样 向着光的方向 每个心愿都可以生长